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前林曾跨刀帮周董在MV中演出 两人也时常在社群网站互窥 周董听闻蔡崇信收购蓝网 13日在脸书表示 华人周杰 蔡崇信昵称 加入蓝网老板的行列 真的太cool了 杰伦以后就坐在第一排为Jeremy Lane加油打气 希望所有蓝网的球迷一起为林舒豪打气 赶快好起来鬼门关前走一遭 大S觉悟 再也不惧怕死亡这件事 说实话 没有人可以拥抱17岁般的青春少女容颜 但当之粉味时 裸尽着一张脸的大S徐希元站在镜头前 为L拍摄独家素颜封面 总觉得 她还是当年的那个山菜 个性依旧刚强 几乎没什么改变 只不过多了两个可爱的小孩 眉宇之间 流露着更多的温柔与爱 拍摄封面的前三天 大S坦诚她心里很紧张 毕竟这是生完第二胎之后 进行瘦身计划显重有成 睽違一年正式付出节拍的封面 还给自己设下新的挑战 那就素颜给大家看吧 真心不骗 没有任何后制修图 是担心素颜效果吗 财补呢 她可是那个勇往直前的山菜 况且当了妈妈之后 日常生活里几乎不上妆的她 私底下就曾多次被粉丝 也生捕捉到美丽如稀的素颜模样 有什么好怕的 是烦恼身材不如预期的好吗 她奄然一笑 现在大家都说我瘦得像当年的山菜 其实根本没有 我那个时候因为又要熬夜拍戏 又要主持节目 经常睡眠不足 加上天气又热到爆炸 根本就是累到不行 所以不管身体再怎么瘦 脸一直都是很肿很肿的 我反而觉得现在的作息还比较稳定 但若想要回到当年的42公斤 她表示是不可能的 也不健康 很多人好奇我的减肥菜单 但我的菜单是营养师针对我个人的身体缺乏哪些营养素开的 并不是每个人吃了都有用 所以你要先去体检 再去营养师那里一趟 按照你的脂肪比例 心沉败泄帅等等 才能对正下药找出适合你的饮食方式 话锋一转 大S突然与重心长了起来 当女人实在比男人辛苦太多 生了小孩之后 不仅荷尔蒙改变 脂肪长出来的位置也跟着改变 并不是想瘦就瘦 如果没有胖的太夸张 我其实建议刚生完小孩的妈妈 不要急着两三个月就要瘦下来 慢慢让体重在一年之后恢复就好 除非你要上镜头 大一人虽有林志颖加持 哥哥长粉店却宣布停止着服务林志颖的哥哥林志杰在四平街卖长粉 被媒体报道后 吸引不少人潮 13日晚上林志颖也将在四平街阳光商圈举行签唱会 不过林志杰确报内用服务将要关闭 未来要到各大夜市走透透 林志杰13日在脸书贴文透露 今天有志颖签唱会来加持 热闹滚滚 也是内用区使用最后一天 为了沉重的房租 增加其他汤汤水水的产品来获利 非我的本意 沉重的内用客服 让我们无法专注在每位最后更透露为未来的规划制节长粉 决定走出四平街 本店还是会继续 全省夜市走透透 也会把四平街的店面打造成一个小吃平台 让更多的摊商来四平街 注入心血 林志颖韩国演员金饭26日入伍 因遗传性疾病 以社会服务药员服役 韩国演员金饭确定将于4月26日入伍服役 King Kong by Starship方面 于12日下午通过官方通稿宣布了金饭即将入伍的消息 金饭确定于4月26日入伍服役 将在接受基础军事训练后 作为社会服务药员完成两年兵役 根据本人意愿 金饭的具体入伍时间和地点将不对外公开 对于金饭的兵役等级判定 所属社表示 金饭因遗传性疾病从20岁初期便开始接受治疗 虽然一直通过药物治疗与运动相结合的健康管理 努力克服病情 但最终还是得到了社会服务药员的判定 金饭将竭尽全力认真服役 以更加成熟的面貌再次与大家见面 另外 金饭与吴连旭的恋情于不久前公开 引发了大众关注 虽有林志颖加持 哥哥长粉店却宣布停止着服务林志颖的哥哥林志杰在四平街卖长粉 被媒体报道后 吸引不少人潮 13日晚上林志颖也将在四平街阳光商圈举行签唱会 不过林志杰确报内用服务将要关闭 未来要到各大夜市走透透 林志杰13日在脸书贴文透露 今天有志颖签唱会来加持 热闹滚滚 也是内用区使用最后一天 为了沉重的房租 增加其他汤汤水水的产品来获利 非我的本意 沉重的内用客服 让我们无法专注在美味最后更透露为未来的规划制节长粉 决定走出四平街 本店还是会继续 全省夜市走透透 也会把四平街的店面 打造成一个小吃平台 让更多的摊商来四平街 注入心血 林志颖韩国演员金饭26日入伍 因遗传性疾病 以社会服务药员服役 韩国演员金饭确定将于4月26日入伍服役 King Kong by Starship方面 于12日下午通过官方通稿宣布了金饭即将入伍的消息 金饭确定于4月26日入伍服役 将在接受基础军事训练后 作为社会服务药员完成两年兵役 根据本人意愿 金饭的具体入伍时间和地点将不对外公开 对于金饭的兵役等级判定 所属社表示 金饭因遗传性疾病从20岁初期便开始接受治疗 虽然一直通过药物治疗与运动相结合的健康管理 努力克服病情 但最终还是得到了社会服务药员的判定 金饭将竭尽全力认真服役 以更加成熟的面貌再次与大家见面 另外金饭与吴连旭的恋情于不久前公开 引发了大众关注 虽有林志颖加持 哥哥长粉店却宣布停止着服务林志颖的哥哥林志杰 在四平街卖长粉 被媒体报道后 吸引不少人潮 13日晚上林志颖也将在四平街阳光商圈举行签唱会 不过林志杰确报内用服务将要关闭 未来要到各大夜市走透透 林志杰13日在脸书贴文透露 今天有志颖签唱会来加持 热闹滚滚 也是内用区使用最后一天 为了沉重的房租 增加其他汤汤水水的产品来获利 非我的本意 沉重的内用客服 让我们无法专注在美味最后更透露 为未来的规划制节长粉 决定走出四平街 本店还是会继续 全省夜市走透透 也会把四平街的店面 打造成一个小吃平台 让更多的摊商来四平街 注入心血 林志颖 韩国演员金犯26日入伍 因遗传性疾病 以社会服务药员服役 韩国演员金犯确定 将于4月26日入伍服役 King Kong by Starship方面 于12日下午通过官方通稿 宣布了金犯即将入伍的消息 金犯确定于4月26日入伍服役 将在接受基础军事训练后 作为社会服务药员完成两年兵役 根据本人意愿 金犯的具体入伍时间和地点 将不对外公开 对于金犯的兵役等级判定 所属社表示 金犯因遗传性疾病 从20岁初期便开始接受治疗 虽然一直通过药物治疗与运动 相结合的健康管理 努力克服病情 但最终还是得到了 社会服务药员的判定 金犯将竭尽全力 认真服役 以更加成熟的面貌 再次与大家见面 另外 金犯与吴连旭的恋情 于不久前公开 引发了大众关注 金犯与吴连族的词 金犯与吴连族的词 金犯与吴连族的词